另外来看看现在世界各国陆续的开放国境恢复正常了 那么中国二十大也即将来临 但是却还是坚持加码管控 而中国的部分在十一连假期间 云南的西双版纳突然间爆发了疫情 所以当局就下令要封城 上千名游客现在被困机场 公安远警持枪来镇压游客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赶快带你来看 昵称大白的中国防疫人员 全副武装持枪对准的正是自家人民 甚至有大白配备散弹枪警戒 但民怨沸腾之下 强大武力仍止不住愤怒叫马 中国云南省旅游圣地西双版纳 丝毫突袭公告所有人员非必要不离开 重演当初三亚的惨况 毫无预警突然封城 让大批旅客在机场一落地 就直接被静态管理 直到现在连机场大门都出不去 至于想赶紧搭机离开的游客 同样被困在机场内 即使有航班到达也无法搭乘 至少1500人受困 行程全炮汤 旅客无助 躺在行李输送带上 至于机场外的世界同样惨烈 有警察暴力逮捕要求和官员交涉的游客 讽刺的是现在正逢中国十一黄金周之际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防疫风控坚持不松绑 除了低风险地区随时可能被风控 目前更有超过1500个地区 被划为中高风险区 民众被迫足不出户 人不出区 官方因此预估假期期间 全中国搭乘铁路的旅客量 只有2019年同期的一半 相当于退回十多年前水准 不少民众看到其他国家 恢复正常生活 羡慕之外更自嘲像龙中鸟 怨气只能往肚里吞 三新闻 姚怀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